记者方志贤高雄报道,肠病毒持续发威,高雄市出现今年首例71型重症个案,家住人5区7岁大女童,10月8日至9日发烧,脸颊红疹,手足口症,11日出现抽搐,意识改变,通报肠病毒重症住进家户病房,19日康复出院,23日确诊为肠病毒71型重症个案。 高雄市卫生局表示,与重症个案同住的5岁妹妹也曾于9日确诊肠病毒,现已康复,其他家人及班及同学均无疑似症状。 卫福部及管署今年截至今日全国北、中、南及东部等各区共计累积实例肠病毒重症确诊个案,上周新增一例为高雄市首例感染71型重症案例,个案是居住人5区7岁大女童。 高雄市卫生局表示,女童未10月8日至9日因发烧、脸颊红疹、手足口症及喉咙溃疡等症状,至诊所就已诊断为肠病毒。 11日因抽搐及意识改变,家属警觉转送医院修治家户病房治疗并通报肠病毒重症。 16日病情稳定转普通病房,19日康复出院,23日确诊未肠病毒71型重症个案。 卫生局表示,依据全国病毒监测显示,目前主要流行病毒仍以克沙奇A型为主, 已累计共检出40例肠病毒71型病例,多属轻症,含39例轻症,1例重症,其中属居住高市共计3例肠病毒71型个案,2例轻症,1例重症个案。 卫生局呼吁,时序已进入秋冬,肠病毒防治不可轻忽,肠病毒重症病程发展快速5岁以下婴幼儿为重症高危险群。 若家中婴幼儿经医师诊断感染肠病毒时,应避免与其他孩童接触,以降低交叉感染之机会。 另也要提醒民众应注意家中婴幼儿是否出现嗜水,意识不清,活力不佳,手脚无力,肌抽月,呼吸喘疾心跳加速等重症症状, 一旦出现以上任意病征,情景素质高是7家责任医院治疗。